我們現在已準備好 我們在裡面去獲祝 一望無遂的 郁金香花海 從黃色到紅色 各種花色 應有盡有 這是日本左倉市的 左倉鈺金香節 但如今傳出原主 狠心減爛八十萬朵花 巨大風車屋隨著風吹 徐徐轉動 上头还插着荷兰国旗 堪称是日本的荷兰村 现场还有工作人员 穿着传统服装演奏音乐 而每年4月都吸引大批民众 前来朝圣打卡 据左舱市政府称 左舱故乡广场以广场上 著名的荷兰风车景点为背景 原本预定在本月 举办日本关东地区 最大规模的郁金香节 但由于受新冠病毒 感染扩大的影响 活动已被终止 停车场也已关闭 虽然郁金香节被当局政府终止 但游客数量却暴增 甚至在同一时间 达到400人聚集在园区里 而这也让管理员担忧 交叉感染的问题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扩大 日本千叶县左舱市 剪掉的左舱故乡广场 种植的全部约80万朵 公约100种的郁金香 如今被剪下的花朵散落满地 又用产尼基松土 大批网友得到消息 不禁感叹 郁金香是无辜的 没想到赏花竟然也成了一种罪 东森才经信万章站黄福香综合报道